ess� 咋 又是炎熱的一天 欸?你們剛剛發現我很常走這個巷 因為它是捷徑 我現在打算去吃一家 泰國船麵 它的招牌是這麼寫的 它具體去那邊吃什麼 就到那邊看 也是一家米其林餐廳 那我們就 看看它是不是真的這麼厲害吧 出發 最近很多女孩子 居然在這裡才這樣 這個市場我一直沒去過 時間還少 我們先去逛牌 這個叫做新街市場 來了時間比較晚 好像要送餐了 結果就是直接賣魚 所以先出一看 這是一個比較小型的菜市場 現在五月份 冰城多年應該還沒出來 我估計這個都是泰國的 對面有個歐爸 BBQ 寶貝 39塊一個人 吃到飽 不到300塊台幣耶 冰城的安養院 就是對面這一家 What's up? 用一個血液 用一個血液 2024個血液 很搞笑 用一個實力表 這是它的用餐室 來看一下它家的菜單 每標新企的應該是招牌 包豬肉 其實品項還蠻多的 綠缸 綠缸 還有涼拌沙拉 還有一個泰式奶茶 雖然剛剛有30塊 我不曉得 這家真的也算是冰城堡戰美食 味道非常的好 我覺得它唯一的缺點就是太辣 不然真的超好吃 非常推薦喔 然後分量少了一點 不吃辣的小夥伴可能要蒸著一下 它的味道真的是非常辣 但是真的很好吃 剛剛這樣吃了 38塊1 差不多是台幣260 實在是太辣了 又熱 現在打算去吃個 台灣剉冰 就是這一家 估計是台灣人 台灣人 來等一下捧嚐一下喔 跟那個 台灣剉冰的老闆 聊天聊了很久啊 用料非常實在 人也很客氣 準備回台灣了 所以現在打算去買點伴手禮 在Google上找到一家 叫做福祿壽品庫 好像很著名 去看一下 就是這家 福祿壽品庫 感覺是古早味 看看裡面有賣些什麼 但問餅真的很好吃必買 現在準備前往我家這個 鮮蘿肉炭炒果條 是本地人推薦的 據說是冰城最強炒果條 既然這麼推薦 我們就去試試看吧 糟糕 來冰城還沒吃麥當勞耶 冰城有感到 對 真的覺得生意真的很好 還好現在沒有那麼爆熱 就享樂而已 應該搬到了 鮮蘿肉炭炒果條 非常的不起眼 但是我已經看到常常的 但是我已經看到常常的 所以真的是 就是 然後大概差不多一個小時 最後一趟 所以應該是 去 去 加上我們這個是蠻香的 因為它是用炭去炒 所以你可以聞到那種炭香 加上要搭配一些辣肉 所以口感上是很不錯 但是我心目中第一名的 冰城炒果條 還是那一家 總之這家還是 很值得來試試看 但是我們可以接近 其實是很難的 所以我們看不見